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初建配饰系列 上日葵的勾编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日本进口40号极细蕾丝 设计了两款配色 缎缆明艳活泼 纯色自然清新 搭配24K包巾材质胸针 为冬日装扮出一抹暖色 也可作为包包帽子等的装饰使用 总体分为花心主体 花心内层 花瓣 叶片四个部分进行 最后再组合并安装配件即可 接下来我们先进行花心主体的演示 首先例行起针 花心采用花心起针法 先将线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 右手将线圈取下 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 从线圈拉出 接着勾针再次绕线 拉出 这是一个锁针来固定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一圈的起立针 勾针绕线 拉出 这就是一个锁针 接着 勾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 拉出 勾针上 有两个线圈 再次绕线 直接从两个线圈中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要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 放一个记号 这里我使用同时做标记 针目就是短针上方 这样V字形的两根辫子 大家注意看清楚 接着继续在起针的线圈中勾短针 勾针绕线拉出 再次勾线直接拉出 第一圈一共按照同样的方法 勾八个短针 这里完成了全部的八个短针 我们放开勾针 看一下 这样V字形就是一针 一共八针 接着我们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一共有两个线圈 先轻轻拉动线头 会有一个线圈先活动 注意 先拉紧活动的这一个线圈 接着再拉紧接着再拉紧线头 如果在这里拉错了线圈 就必须要重来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勾针重新挂好线 接下来进行第二圈 接下来进行第二圈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圈 我们用记号标记的这个针目 一共有两个辫子 我们先将记号从针目上取下 接着标记这个针目的后半针 也就是后侧的这一根辫子 勾针重新挂好线 调起刚才我们放开的这个前侧的半针 也就是朝向自己的这根辫子 绕线 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这是一个引拔针 稍微拉紧一些 接着勾四个锁针 找到勾针往回属的第二个锁针 调起它的一根辫子 勾引拔针 引拔针就是 绕线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接着再调往回属的 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同样引拔 最后一个锁针上 同样引拔一针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小组合 接着注意 我们仍然挑 刚才 挑的同一根辫子 也就是上一圈 第一个短针的前半针 引拔一针 再勾四个锁针 重复刚才的方式 就是往回引拔三针 这样就是在第一圈的 第一个短针的前半针 也就是朝向自己的这根辫子上 勾了两个组合 接下来调下一针的前半针 也就是第一圈第二个短针的前半针 引拔 接着勾四个锁针 同样的方法 勾一个组合 在这一针上 我们同样是勾两个组合 第二圈的编织规律是 在第一圈的每一个短针的前半针上 都勾两个这样 锁针和引拔针的组合 完成之后 一共会是16个组合 大家根据同样的方法 自行往下完成 一定要注意 开始和结束时的引拔位置 这里已经完成了全部第三圈16个组合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组合完成后 找到这一圈开始时 我们记号标记的那一个辫子 这是第一圈第一个短针的后半针 挑这个辫子 引拔 引拔之前可以先将记号取下 会比较容易 注意可以将起针的线头 放在钩针的上方 收好 接着勾一个锁针 开始第三圈 在钩针引拔的同一个辫子上 勾一个短针 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 同样放记号 接着注意 仍然在同一个辫子上 再勾一个短针 这两个短针 视为一个短针加针 在下一个短针的后半针上 同样勾短针加针 也就是同时勾两个短针 这一圈勾的同时 都注意将起针的线头 一起收好 第三圈的编织规律 很简单 就是在第一圈的 每个短针的后半针上 都勾一个短针加针 完成之后 一共是16个短针 这里最后一个短针完成后 我们要找到 记号标记的这个针目 引拔结束第三圈 因为之后我们要换线 所以这里直接在 针目上 引拔结束就可以 拉紧 可以再勾一个锁针固定 留一小段线头 断线 起针的线头 已经收了一圈 这里可以直接修剪掉 接下来我们取出 新的线 来进行 划新的第四圈 注意第四圈开始 都是咖啡色的线 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先将 记号 从整个针目转移到后半针 我们需要挑前半针来进行第四圈 勾针 调起前半针 左手上挂好新的颜色的线 将线和纸片捏在一起 勾针绕线拉出 勾四个锁针 第四圈的编织方法和第二圈是一样的 四个锁针挽回引拔三针 不过不需要在每一个辫子上勾两个组合 而是在每一个辫子上只勾一个组合就可以 一个组合完成后 直接在下一个短针的前侧辫子 引拔开始下一个组合 注意钩的同时 一样把线头一起收进去 按照这样的方法完成第四圈 完成之后一共是16个组合 这里完成了全部16个组合 在上一圈我们转移后的记号标记的位置 也就是第一个短针的后半针上 引拔 稍微拉紧 接着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五圈的起立针 在引拔的同一个辫子上 勾短针 短针完成后仍然注意放记号扣标记 第五圈的编织规律也很简单 直接在上一个短针圈 也就是第三圈的 每一个短针的后半针上勾一个短针 不加不减的够 完成之后是16个短针 之后的第六圈和第四圈的编织规律 是完全相同的 这两圈大家接下来自行完成 这里是第六圈已经完成后的样子 这里最后一个组合 之后找到第五圈 第一个短针的后侧的辫子 引拔 开始第七圈 第七圈的编织规律其实也很简单 同样是锁针和引拔针的组合 只是从四锁针变成了三个锁针和两个引拔针 在第五圈的每一针的后半针上勾一个这样的组合就可以了 完成之后一共是16个组合 这里完成了全部16个组合 找到第一个组合下方 引拔一针来结束花心部分的主体构枝 留一小段线头 断线 如果之前换线的线头在组合的正面 可以从后面将它收一下 同样最后的线头也往后收一下 接下来我们进行花心内层的构枝 用绿色的线 同样还行起针法 接着构针 穿过线圈 然后先拉出 勾一个锁针 接着勾四个锁针 从倒数第三针往回引拔三针 和之前的组合是一样的勾法 接着在起针的线圈中引拔一针 然后再勾四个锁针 开始第二个组合 按照这样的方法完成八个组合 接着收线圈 收线圈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收好之后 在线圈中心引拔一针 结束花心内层的构枝 留一小端线头 断线 同样将线 从支片的中心点 从前往后收一下 接着我们来将 花心的内外层进行组合 先调整一下花心内层 接着从花心的主体中心 从后往前穿入钩针 将花心内层的线头 从花心主体拉出 这样它们会沿着中心点连接在一起 这里先不用拉紧 我们找一下位置 在它们之间涂抹一些胶水 再将线头拉紧 这样就完成了花心部分的组合 接下来我们要讲解花瓣部分 这里是花瓣已经完成第一圈的样子 第一圈和花心部分的第一圈完全一样 就不重复演示 接着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引拔结束第一圈 注意起针的线头 要放在勾针的上方收好 接着勾一个锁针开始第二圈 在引拔的同一个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加针 也就是两个短针 注意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放记号 这是加针的第二个短针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同样勾短针加针 也就是两个短针 按照这样的规律 完成第二圈 一共是16针 完成之后 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引拔 拉紧 同样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三圈的起立针 在引拔的同一个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加针 第一针上 仍然要放记号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 第三圈的编织规律是 每隔一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加针 也就是这里在第三针的位置 勾一个加针 第四针的位置 只勾一个短针 这样隔一针 加一针 完成之后 一共是24针 这里完成了全部的第三圈 注意第四圈开始 我们要在前半针上 引拔 字条前半针 引拔之后 开始第四圈 勾八个锁针 接着从倒数第二个锁针开始 先勾一个引拔针 接下来要勾中长针 挑的是下一个锁针的辫子 勾针落线 挑起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落线拉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勾针再次落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中长针 接着我们要勾长长针 勾针落线两圈 挑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落线拉出 勾针上有四个线圈 依次落线 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两次 最后再落线 直接拉出 这是长长针 在接下来的两个锁针上 都勾长长针 也就是一共完成三个长长针 接着要勾长针 勾针落线 挑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落线拉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落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再次落线直接拉出 在最后一个锁针的辫子上 勾短针 接着找到第三圈 下一个短针的前侧的辫子 引拔一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花瓣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的前侧 这辫子再引拔一针 作为第二个花瓣的开始 同样勾八个锁针 然后往下按同样的规律完成第二个花瓣 第四圈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共完成12个花瓣 这里完成了全部12个花瓣 在最后一针引拔结束 花瓣的部分完成后会向内卷曲 不用担心 最后我们会用定型页来定型 接着我们要开始第五圈 找到第三圈 第一个短针的后半针 引拔一针 注意为了使两层的花瓣错开 我们不从这第一针开始勾 第五圈的花瓣 我们要在下一针上 再引拔一针开始 引拔结束后勾九个锁针 也就是比上一圈的花瓣多出一个锁针 同样挽回 在倒数第二个锁针上勾引拔针 接着是中长针 接着是四个长长针 和上一圈的花瓣的区别就是 长长针的部分从三个增加到四个 其余部分都是一样的 四个长长针完成后勾一个长针 再勾一个短针 在下一个短针的后半针上 引拔一针 结束这一个花瓣的勾织 接着在下一针上 再引拔一针 开始下一个花瓣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错开 引拔的位置勾织 就可以使花瓣是错开的交叠状态 这里已经完成了第十一个花瓣 注意因为第一个花瓣是从第三圈的第二针开始 所以最后一个花瓣分别跨越了第三圈的最后一针和第一针 所以录针的位置和结束的位置大家要注意 这里勾完了最后一个花瓣 在第一个花瓣的后侧 引拔一针 勾一个锁针固定 断线 接着我们要将花心和花瓣进行组合 将花心部分和花瓣部分对在一起 花心部分有花心内层的线头和外层的线头 将外层的线头直接修剪掉 从花瓣的中心路针将线头拉到花瓣的后侧 这样同样让它们在中心点对齐 然后用胶水来粘合固定 接下来演示叶片的部分 叶片采用锁针起针法 先在左手上挂好线 右手拿起钩针 钩针放在线的后方 绕线 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 钩针再次绕线 拉出 拉紧线头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这一针补计算帧数 接着勾9个锁针 这里我们是使用大叶片来演示 如果是小叶片 是勾8个锁针 锁针完成后 取出一段10公分左右的铜织 将铜织放在线和钩针之间 像这样子 将铜织和织片捏在一起 勾两个锁针 作为第二圈的起立针 接着在倒数第三针的一根辫子上 勾一个长针 在同一根辫子上 勾一个长长针 接下来要在同一个辫子上勾三卷长针 勾针绕线三圈 穿过辫子绕线拉出 一次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三次 最后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三卷长针 接着 找到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勾一个三卷长针 每一针勾的同时 都要注意将同时放在勾针上方 收进去 接着在下一个锁针上 同样勾一个三卷长针 小叶片的话 只需要勾两个三卷长针就可以了 区别只是在这里 接着在下一个锁针上勾 长长针 下一个锁针上 同样勾长长针 接着勾一个中长针 接着勾一个中长针 这时候如果没有勾错的话 就到了第一个锁针的位置 勾一个短针 接着我们要调整一下同时的长度和位置 在顶端将它折下来 在刚才同一个锁针 在刚才同一个锁针 勾一个短针 接着勾一个锁针 然后调下方这个短针的上方和左侧的这两根辫子 硬针 这样可以制作出叶片的尖角 接着我们将纸片 往另一侧 转 之前我们是在锁针的一根辫子上勾 接下来等于在锁针的另一侧剩余的两根辫子上勾 在刚才同一个锁针上 再勾一个短针 这个短针与开始第一个短针是对应的 接着看一下下一针 接下来都是这样调剩余的两根辫子 我们在下一针上也是对应的 勾的是一个中长针 注意这一侧勾的同时要将起针的线头和同时一起收进去 接下来对应的是两个长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针对应一针勾到最后一个长针 接着勾两个锁针 在最后一针的锁针辫子上引拔一针 预留20公分左右的线头 断线 这样完成两个大叶片和一个小叶片 完成之后 因为使用了同时固定 叶片的造型都是可以按喜好调整的 接下来我们要长针一小段叶片的枝杆 在叶片下方涂抹一点胶水 用预留的线头 这样顺时针长针就可以 大约长针5毫米左右 将三个叶片都制作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整体的组装 取出碗盘胸针 组装之前我们先将针帽取下来一次 避免组装之后不好取 接着将碗盘的部分和花朵放在一起比对一下 这里我们因为采用胶水直接固定 会将线头全部修剪掉 如果不放心的同学 可以用针将线头 粉在碗盘上 修剪完线头之后 在花朵背面 涂抹胶水 这里可以涂得稍微多一些 之后 将碗盘和花朵对好位置 按压 花朵的中心和碗盘 这里要按得久一些 让它稍微形成固定之后 再放到一边 接下来我们先连接小叶片的部分 小叶片会从花朵的背后 录出来一点点 找一下它的位置 大家可以根据喜好 放在左边或者右边 高低也可以自己调整 确定好位置之后 在胸针上涂抹胶水 用预留的线头长绕 第二片 叶片和第一片 会是相对的 找到它 合适的位置之后 我们这里需要再 长捞多一些质干 再确定一下位置 在浇水干透之前 都可以进行调整 接着将第二个叶片 也这样按照同样的方法 固定上去 注意固定好一段之后 可以先将多余的线头 和同时修剪掉 这里叶片的 总的位置 最好不要太靠下 胸针需要留一小段长度 来和服装固定 最后将第三个叶片 也用同样的方法固定 要注意 要注意 适当地修剪掉 多余的线头和同时 最后用胸针 最后用胶水固定最后的线头 断线 这样组装就完成了 接着来我们进行花瓣的定型调整 可以先将后层花瓣做一个基础的形状调整 接着取出河水 接着取出河水1比1稀释过后的定型液 用笔刷涂抹在花瓣的背面 涂抹好之后 同样用手直接调整花瓣的形状 这样子往后让它张开 涂了定型液之后 稍微用手调整 它就会固定住了 细节的部分可以在之后用镊子来调整 接着用同样的方法 进行上一圈的滑瓣的调整 最后用镊子进行微调 定型完成后直接放在阴凉的位置 自然晾干就可以了 浇水并不是树干的 因此建议在整体完成后 放置2-3天再进行使用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 出键配饰系列 向日葵的制作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